喝口水 谢谢 我怎么觉得你今天 好像特别殷勤 明天下午 你陪我去见宋希吧 见宋希 你不是想见她吗 正好上次没见到 好啊 好啊 这位是 嗯 她叫初礼 是我的 编辑 我是她的编辑 陆河神书就是我责编的 看来两位的关系很好 还行吧 毕竟合作过嘛 也是 听说 仲老师是有女朋友的 貌似是有的 我跟她女朋友挺熟的 对 两个人很好 好的就跟一个人一样 你说你叫初礼是吧 我应该比你大一点 我可以叫你小初吗 可以啊 可以啊 宋小姐 你叫我希希就好了 其实我真的很羡慕你 可以帮周川老师出书 不瞒你说 我一直都是 周川老师的书迷 一直期待着有一天 可以全是她的作品 你还真的是 她的读者吗 我很早就开始 关注周老师了 比你们想的都要早 小初 我可以加下你的微信吗 加我的 以后工作上的事 我直接联系你吧 可以啊 可以啊 毕竟刚和周老师出过绯闻 我也不太方便一直和她见面 对了 说起这个 不知道周老师你女朋友 介不介意上次的绯闻啊 你女朋友介不介意上次的绯闻啊 那就好 嗯 还是要和周老师道个歉 给你添麻烦了 嗯 小初啊 刚才干嘛不承认你是我女朋友 还跟她聊这么开心 哪有人带女朋友出来工作呢 我不专业 那干嘛要加微信啊 刚那种情况我能拒绝吗 而且她人不是挺好的 喝喝 喝什么 总不能让你直接和她接触吧 你是不是挺想和人家接触的呀 我跟她接触干嘛呀 你不会是吃醋了吧 我干嘛要吃醋 明明就是吃醋啊 你上去听听她们在说什么 好的 你肯定吃醋了 谁吃醋了 你就是吃醋了 周川先生 请问你和 共事什么关系 请您回答一下 您好 请您回答一下 你们是什么关系 你们为什么 公开的一个打算 你们真的想要做关系吗 真的想要做关系 安安安 周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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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您回答一下 周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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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您回答一下 你们招到我女朋友了 你们招到我女朋友了 今天的照片 如果你们传出去的话 但这是我的律师 走 走